不要静下来 那么同时通过这个方法 让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启 这样的一个法门跟口诀 它就叫做修心的教法 所以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有关修心教法 今天才到我真心的教法 今天大家知道我当初的教法 不得了 都要做我的教法 是哪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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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掉了 在哪 肉 在哪 在哪 等全都在所謂的卻要的角度 成年生平市 那些年生平地 每一年都來都來 等月輪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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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都來 都來選擇 成年生平市 siblings 该的匪路 attending 那玉在 废话 妈不疑 看 看 好 consistently 那个 那 但你可能会遇到你的身 before, 但你可能会在试图中心愿意用的。 心愿意也可以做你的心愿。 OK。 你可能会在试图中心愿意用的。 你可能会在试图中心愿意用的。 你可能会选择, 那我们会在试图中心愿意用的。 那么整个修心的教法 可以说最重要的根本跟基础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发心 这是最重要的 可以说最根本最根本 我们修心的要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有一个利益别人的心 就是利益他人的心 那么无论是什么叫做利益他人的心呢 就是不仅是想到自己也好 或者是对于别人也好 或者是对于一些动物 甚至是对于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 譬如说石头 木头 山河 大地等等 如果我们有一念说要关爱他 照顾他 利益他的这种心呢 这种就是我们要具备的 叫做利益他人的一种心 那么相反的我们不要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伤害别人的心 那也就包括了伤害他人 还有伤害各种的动物 甚至伤害到小小的小昆虫 或者是没有生命的山河大地 我们破坏这个环境等等 这种呢都叫一种伤害的心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心或者说动机呢 都有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利益他人的心 一个呢是一种伤害的心 那我们需要的是哪一个 需要的是关爱 利益他人的心 不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伤害别人的心 那尤其是我们会看到 伤害别人的心很多时候 你会伤害到自己 而且也会伤害到别人 我们要知道说只要是有伤害的 这个是我们不需要的 这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念 关爱利益他人的心 我们需要的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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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伤害的心 它只会带来的是恶性的循环 会不断地不断地越来越坏 它没有任何到一个好处 那所以我们知道说 修心的重点 也就是要让我们的这种 利益他人 关怀他人的心 越来越增长开发 然后让这种伤害 别人的心呢 越来越减少 那么 是什么东西会让我们产生这种伤害 或者是利益别人的心 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 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的根本 第一个造成伤害别人的根本 就是一个我值 也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 我只想到自己 只有自己最重要 这是我值 那相对的来讲 还有一个叫做爱别人 或者值他 就是你会想到说 除了自己之外 别人也非常的重要 你会要去关爱别人 所以由于有这个我值 还有一种值他爱他 这两者呢 就会生起有伤害别人 跟利益他人的心 所以在讲到利益他人 跟伤害别人的心之前 我们首先要对于这个我 这种我的执着 或者说关爱他人 值他的这样子的部分呢 要有一个了解 对于这种旅途的 大黄队之汝 你在哪里 在哪里 那在哪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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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在码 因此呢就谈到说什么叫做我执 就是执着一个由我执着自己 那事实上呢 我执或者执着自己 这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自然的我们会想到说 要保护自己 然后自己也要得到快乐 得到欢喜 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呢不能够太过头 有的人就是太想到自己的时候呢 他因为只顾虑到自己 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的时候 他很自然的 他也会去伤害到别人 他可能会占别人的便宜 可能会欺负对方 欺负其他人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自然的这种伤害别人的心呢 就会越来越多 也因此呢我们不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适度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关心自己 保护自己之外 同时我们也要执他 就是我们也要爱他人 关心他人 当我们有这种 关心他人 更在乎周围的人的时候 利益别人的心 慢慢就会开展出来 而慢慢我们真的能够帮助到周围的人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需要做的是 让我们的我值越来越少 然后让我们这种多 关心别人的心呢 越来越增长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一年他提到 不得经营兴兴兴呢 他提到 提供给提供养兵面 把他 你应该来 几个人 怎么办